而这整起事件让Makio的演艺事业陷入空前危机 他现在踹问奖的离谱行为 更可能已经涉及了重伤害畏罪的罪嫌 最终将可以备处12年以下的徒刑 而一旦起诉的话 工作权将会立刻被取消 而且三年之内不得再申请 移民署也透露了 只要判刑定业的话 受到一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 将会被撤销拘留许可强制出国 没有工作之外 也不能继续留在台湾 可怜的运奖都已经被打得趴到地上 穿白衣的女子还跑上前 补上两脚梗踹 关键引带曝光 Makio根本不像他所声称的那么无辜 甚至是日本友人友记龙辉还试图拦阻 如此脱续行为 已经涉嫌重伤害畏罪罪 一旦遭到起诉 工作权将不保 劳委会可取消聘故许可 而且管制三年 出犯我们中华民国法令 经检察官起诉 那我们劳委会就会 以把先行废止他的聘故许可 我们劳委会会 后续还是会管制他 三年内不得在我们中华民国境内工作 真相逐渐浮现 Makio谎话连边 工作权保住住居留权也有危机 虽然他有双重国籍 但中华民国籍部分属于 无户籍国民比照外侨 只要受一年以上 有期徒刑宣告定验 得撤销居留许可 而且最快10天内 就必须出境离开台湾 画面会说话 看着这一幕穿着高跟鞋 狠狠地把人往死里踹 打人又扯谎 还打算让有人意间扛罪 荒唐行径 实在让国人难以接受 感谢观看